跟往期不一样的呢 就是这个月我们用iPad来做Bullet Journal 在大家点出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我做一个电子Bullet Journal的排版 不代表大家不能在纸上用同样的模板 就是我在iPad上这样画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在纸上跟着做 所以这一期的Bullet Journal 我会做一个电子版的分享 建议大家用这样 一张A4纸上两张A5这样打印 然后我会排版好给大家 会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吧 那这一次的视频封面呢 是我自己画的 如果大家不借用这个图的话呢 我会把这个图也单独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因为这个封面我不确定要画成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是我在开始排版之前就把它画好的 那这个是它大概的这么一个画的过程吧 我用的app是Procreate 设置了A5的大小页面 导入了一张点状背景图模拟Bullet Journal 我把它们复制了七次 然后把它们堆积成了一个小本本 这个月的主题色 我选择了这种不同绿色的集合 我觉得夏天看起来很清爽 很有植物的感觉 所以很喜欢 然后我在第一个页面的下面写了一个Quote 我发现电子Bullet Journal重新排版 整理起来真的超级无敌方便 但是大家在纸上的话就看着我最终的那个效果 跟着画就可以了 我还在外面加了一个框框 这样看起来它更有一个整体的感觉 那就做完我们的第一个页面了 第二个页面呢 还是我们每个月的一个整体规划 因为现在是暑假嘛 然后事情的不确定性更多 所以我在左边和右边都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去写当天要做的事情 或者当天的一些计划 其实这个算是一个简约版的阅历 然后我会在每个周日之后画一个横杠 这样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每一周的分配啦 下面呢我写了一个Quote 是我最近在微博上有发的 今天用的笔的颜色呢 我也会写在信息栏里 大家如果想用一模一样的颜色呢 也可以自己输进去 我在上面写了简单的一些目前拥有的规划 但是还没有规划好 下一页呢就是以前的一日一行啦 但是现在我写成了每日的一个小目标 因为暑假我觉得不像上学的时候 有那么固定的目标吧 所以我想这个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每日的目标好了 我觉得我的每日目标可能就是不同的视频吧 最后在页面有位置的地方还是写了一个Quote 下一个页面呢就是美好的事情 我就很喜欢偶尔去记录一下生活中那些好的东西 每次难过啊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回顾一下 整个人就是有种充电的感觉 那这一面面叫做Good Things in Life 如果你不是用电子笔记的话 你可以写上去啊画上去都可以 但是因为我想充分的利用电子笔记的便利性 所以我选择把这个暑假我一些开心的事情导进去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 这个一开始我是做的7月的一些照片的分享 但是8月其实还没过 所以最后呢我又把它缩小了 留出了8月份的位置 下一个页面呢就是做一些开学前的准备啦 我这里上面写的是要买的学习工具 比如文具啊书包啊这些之类的 那下面这里呢我将写我要做的一些规划准备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Back to School的一个页面 很抱歉我这个头好像总是进入这个画面里面 好像都要暴露我有多凸了 那在开学之前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我近年来的最喜欢的一些文具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这一期的Bullet Journal我没有设计太多的页面 我觉得8月份你去精力比你去做过多的记录更重要 所以呢这就是最后一个页面 每个月的一个总结 首先第一个位置就是目标的完成度记录啦 这个具体的暑假目标其实是在7月的那个Bullet Journal的排版里面的 那我觉得8月一样还是要做这么一个记录的 我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就是我这个月8月要上传5个视频 那我们拭目以待这个能不能成功吧 下面这里呢就是一个整体的记录 很抱歉Happiness我也写错了 这个1到5是给它整体的一个屏风 就把自己的分数圈出来就可以了 回顾与反思非常重要 所以左下角呢就是我学到的东西 新的一些收获 右边呢就是我还需要进步的地方 那右上角呢就是用来记录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 我进步的地方在哪里 整个排版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的 可以直接在Procreate里面写 也可以导出到GoodNotes或者Notability里面再书写都是OK的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Bullet Journal分享啦 那我画好的这些排版呢 我都会分享一个PDF给大家 大家如果不够时间去做计划 或者觉得这样参考更方便 也可以打印出来 这次做电子版的初衷就是更容易把排版分享给大家 因为大家不一定有时间去画这个Bullet Journal吧 但是我觉得规划对于人是蛮重要的 所以想分享一些这些计划类的排版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新来的话记得要关注 那现在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一期小伙伴们给我投稿的他们的排版 看一下上一个视频大家都给我发了什么评论 想问青青为什么微博上的照片可以拍得很长 还有那种小字是怎么装在照片上的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我微博置顶会有一个基本上Q&A 就是我用的主要的一些软件啊 一些模板是怎么制作的 我都在上面有回答 其实我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用相机拍的 那我相机把它比例设成19比6 16 19 那我把相机的比例设置成9比16 就是现在这个长和宽 基本上把它横着放过来 就是这个长长的照片了 如果手机的话 你可以在编辑里面把它裁剪 成这个长框比例就是一种填充满那个屏幕的照片 另外怎么添加那个小字的呢 就是Infinity Symbols 使用这个输入法添加的 一直以为青青的照片都是男朋友拍的 还在感叹青青男朋友好会拍照啊 原来都是自拍出来的 我经常就看到我自己拍的照片 明明觉得我拍的真好 结果大家说 哎呀你男朋友拍照拍的真好 就是这样 但是我男朋友拍照就一直在进步了 青青有空的话 你可以叫化妆吗 很期待 其实我一直也想出化妆类的视频的 可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拍 所以这个我还得研究一下 研究出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视频了 那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啦 新来的话记得点关注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